每個國家都有屬於自己的都市傳說 每個國家都有屬於自己的都市傳說 而歷史沒有這麼悠久的澳洲又有哪些都市傳說呢? 今天要來看五大恐怖的澳洲都市傳說 第五名 皇冠賭場的停事房 皇冠賭場是墨爾本一個讓人夢想碰面、人生絕望的地方 這個地方傳說能夠讓人產生自殺的念頭 自殺數從每年3例增加到每年30、40例 很多人都說這裡的地下室有一個自己的停事房 用來放那些不斷增加的屍體 或者有一個通往醫院停事房的地下通道 據說裡面有一些特別的浴室小隔間 在這些小隔間裡的自殺率也特別高 因為這些隔間是運送屍體必經的路 工作人員都表示這些小隔間有許多鬼魂 七年糟糕 第四名 哭寶寶連續殺手 根據澳洲網頁爆料 一位連續殺手將嬰兒哭聲錄製下來 到沒有警覺的女性家門外 只要女性們開了門 這位殺手就會立即強迫進入他們家 然後將他們殺了 其中一個故事發生在一位女性朋友身上 他晚上聽到寶寶在門外的哭聲 所以她打電話報警 因為已經很晚了而且很詭異 警方接到電話後告訴她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絕對絕對不要開門 這位女性告訴警方 外面聽起來像是寶寶爬到窗戶旁邊 而且她怕寶寶爬到街上會被車撞 警方並告訴她 這位是寶寶連續殺手 她已經在雪裡殺了兩位女性 這位殺手後來到了墨爾本 警方也接到許多報警電話聲稱寶寶在門外哭 你餓了嗎? 晚餐了 這位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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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需要跟妳討論 在這裡直到悲劇發生 她的太太和小孩都過世了 只剩下Michael一個人生活 這只更增加她的憤怒 她開始帶著她的病人到附近的小木屋 然後在他們身上做沒有麻醉的人體實驗 沒有確確的數據到底多少人被她做人體實驗 到今天留言傳說在那裡可以看到那些病人在那裡徘徊 到了夜晚 可以聽到遠方傳出的尖叫聲 YouTube上面2011年的影片也開始有人到那裡探索 一到最後 也請你來講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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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第二名 噎住的杜冰狗 一对夫妻某天喝完酒回家后 发现他们的狗不知道被什么给噎到了 且声音问罪了 所以太太打电话给兽医 把狗收到医院后没多久 只对夫妻接到了兽医打的电话 告诉他们赶快离开家里 因为兽医发现狗噎到的东西 是一个男人的手指头 而那个闯入他们家里的人 还躺在他们家里昏迷中 第一名 Wakers Parkway Wakers Parkway是一条 常常发生车祸的路段 还有许多传说 杀手将私情藏匿在这地方 这个都市传说是关于 很多人看见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孩 在半夜走在Parkway附近 有些人说这个女孩 是为了让人出车祸的 如果开车人没有闪开她 她会突然出现在你后座镜 坐在你后座 这里除了白衣女孩之外 还有传说一个女人被杀害 所以晚上也会听到哭泣声 大家还有哪国的都市传说想知道呢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可以按赞和分享 想持续追踪可以按订阅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